而说到台湾鸟是全台湾养殖最多的鱼种 除了内销之外 更多都出口外销 在云林有一位鸟鱼达人 就成立了台湾鸟观光工厂 让民众了解台湾鸟的文化 厂区内不只有美味的鸟鱼料理可以吃 还可以参观工厂 让民众更加认识台湾鸟鱼的特色 这道菜叫做胶原QQ鸟鱼松 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料理 主要的原料就是台湾鸟的鱼鳞 因为它胶原蛋白还在啊 你如果煮汤的话 它胶原蛋白就融化掉了 就变汤当水水的 那是整块的 对 干涨比较好吃 除了台湾鸟的鱼鳞可以入菜 其他的部分自然不在话下 凤梨蒸鱼下巴 鱼条天妇罗 瘦喜烧鱼片 凉拌鱼皮 鲦鱼刺身 整桌菜可以说将台湾鸟的美味 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台湾鸟加工厂 因为产品输出到欧美 生产过程被美国严格要求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身家调查 所有的制作环节 也都以最高规格严格规范者 这台我们从欧洲进口来的 自动被退机 那这个配对我们可以设定两百克三百克四百克五百克 那他就是用那种很精准的那种磅秤的原理 那总共有七个槽 那配对下去之后呢 你要两条三条四条 在这个机器里面 他就可以自动被你配对 他不会少给消费者 那也不会多给消费者 从小跟着爸爸养鱼的王毅峰就说 台湾鸟在台湾养殖面积有六万五千公顷 不管是养殖面积和外销产值 都是国内第一的鱼种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台湾鸟的生态与产业文化 他利用半年的时间赤资两千多万 打造台湾鸟的观光工厂 台湾鸟生态创意园区 占地约有三百坪 设有六大主题区 包括可以看到台湾鸟的加工过程 也能透过简单的互动设计 让民众了解台湾鸟每个部位的用处 有教育性 带小朋友来很好 就带小孩来周周还不错 然后就带他们看一下鱼了解一下 那这条鱼从以前农村时代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台湾鸟 它已经整个身价已经全部都改变了 那全身上下都可以利用 那我们要让游客来之后 他知道说这条鱼 其实它已经颠覆以前 早期农村养无国鱼的那种观念 那台湾鸟现在的运用是很多样化的 那让小朋友来的时候呢 那也可以更了解这个早期的那种文化 那养鸟鱼的这些 这些事迹 还有这些传承呢 让这些小朋友呢 可以延续 台湾鸟外销国际 为台湾赚进大量外汇 不仅是一项产业 更是一项文化 希望民众来到这里参观 能够更深入了解台湾鸟的发展史 和产业文化 一起共享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耀 民事新闻 郑孝欣云林采访报道